继续来关心民进党内的政治明星接班梯队已经成行 加上地方首长的任期即将满两年 那么辞职就没有改选问题了 让外界好奇民进党的政治明星下一步会如何布局 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接受广播节目专访时说 各种可能性都存在 地方首长担任部长也有可能都是一个历练 而桃源市长郑文灿回应还是老话一句 视政为优先 新竹市长林志坚则说 如果人民有期待 国家有需要 那他会责无旁贷 如果行政院的改组各种可能性都存在 他们也可能进去当部长 为什么不行 院长还是苏院长 这文章只当部长 都有可能啊 这都是一个历练嘛 内阁改组议题又浮上台面 而且因为地方县市首长任期将过两年 届时辞职没有该选问题 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抛出县市长入阁的想法 你换到一个地方去选首长 对在地的乡亲 他的情感上冲击比较大 如果苏葵一路做到2022或2024年 民进党终身带地方诸侯们日后动向受到瞩目 桃源市长郑文灿 激动市长林又昌被点名角逐 首都市长宝座 新竹市长林志坚则是挥军北上桃源 但转战部位首长可能性大吗 我想我们现在的工作还是要先把市政做好了 受到人民的这个栽培 那如果说国家社会有需要 那人民有期待 那我觉得我们是责务旁败 没有 我现在担任市长 就是好好担任市长 同样都是市政百利益 而过来人经验 交通部长林佳龙从地方首长进入到执政团队 转换跑道是不是历练最清楚 政务官我们就是跟时间赛跑 在任期内就是勇于认识 那这个不要去想哪一天会失业 对我们政务官来讲 上台跟下台 就是都是可以在一天里面决定的 入阁似乎是不错的选项 还能累积政治能量 备战2022这些年轻首长们 还得考量选民观感 记者消费曲说明台北报道